何振宇加盟狼队几天前 何振宇先开了人生上半场的新篇章,小将也有大梦想,在接受新浪体育的专访时,何振宇透露了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,18岁之前力争登陆英超赛场,未来披上中国国家队的战袍,何振宇从三岁开始接触足球,启蒙阶段始于大连万达幼儿园,小学时代,他在著名的东北路小学继续踢球,在姐姐定居英国之后, 何振宇也随家人一起前往英国,加盟狼队之前,何振宇是英语俱乐部诺茨军队的一名中场球员,他在这里进步很快,并于今年夏天被提拔到一线队,何振宇透露,第一次和一线队训练时,队长过来和我说,让我一定要自信,因为有些年轻球员进一队会很紧张,我也觉得一定要有自信心, 我在训练比赛时,会观察队友们进球时的脚法处理,以及用什么部位进球,这些小细节对我帮助很大,在一线队练战术时,我学习了怎么跑位,怎么防守, 在季前赛中,何振宇有着高光表现,第一次登场即进球,而在最后一场与莱斯特城的比赛中,何振宇连过五名球员的经验表现,让现场观战的热刺球探刮目相看,尽管热刺阵中有韩国当红国脚孙兴林, 不过,如果韩国队拿不到本次亚运会的男足冠军,孙兴林将会补两年兵役,而出于亚洲市场的考虑,热刺急需补充亚洲球员,所以,热刺也加入到与狼队争夺何振宇的阵营之中,最终狼队如愿与中国新兴完成签约, 8月11日,狼队俱乐部官方宣布了何振宇加盟球队的消息,这名中国小将还有一个小名叫东达,俱乐部在官宣时使用的是英国人更容易念出的D-O-N-G-D-A-V-G的名字,由此,这位中国新兴也开始引起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,何振宇在接受新浪体育专访时表示, 加盟英超俱乐部,是每一个足球运动员的梦想,加盟狼队,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新开始,这个机会很难得,所以我一定会刻苦训练,争取以最快的时间进入一线队,参加一线队的比赛,对于这次双向选择,何振宇直言,狼队是中资企业,我也是中国人,他们对清训很重视,训练很系统,这是打动我的地方, 而狼队看好我,是因为我的球技和年龄,值得一提的是,何振宇从诺茨郡转会到狼队,一度让诺茨郡毕老板承受了来自球迷的压力,也让转会过程变得一波三折,何振宇透露,当球迷知道我要走的时候,很多球迷给我发信息祝我好运,都是一些正能量的信息, 也有球迷说我不该走,但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,一定要把握住,前两天我在推特上看到,有个球迷的小儿子哭了两天不睡觉,问为什么要把我转走,对于一名中国的年轻球员而言,在英超立足的最大挑战在哪里? 对此,何振宇认为,首先要尽快与新队友和新环境融为一体,眼下,何振宇与队友之间的语言沟通完全无障碍,而且他的饮食习惯完全欧洲化,所以第一天在狼队参加训练时,他已经可以和大家自如地交流,相处得像像好哥们一样,队友对我非常友好,平时喜欢拳击并练过拳击, 到何振宇,有着强壮的身体,在诺茨郡时期也接受了更强调身体对抗的英国次级连带的考验,除此之外,他的爆发力很强,这是继承了父亲短跑运动员的基因,这些都是何振宇的优势,而更大的优势在于他阳光开朗自信的性格,他可以迅速和新队友打成一片,他会跟着音箱里的音乐起舞,而不像很多中国球员那样内向害羞, 这一点也出乎英国队友们的意料,何振宇欣赏个人技术出色的球员,他喜欢小罗的灵性和过人方式,也欣赏内玛尔的个人技术,他喜欢的球员很多,希望能吸引各家所长,变成自己的东西。 说到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时,何振宇表示,希望提升自己的技术,越早进入一线队越好。 我自己设定了目标是在18岁之前,能在英超打上联赛,我的为此付出努力,来到新队,这里有好的球队和一流水平的队员,这里的清训级别也很高。 我的长期目标就是进国家队,因为为国效力,是每一,各中国球员的梦想,文力。